哈喽大家好 我是全民风交易的Kate凯特 你知道有哪些公司开门做生意 没输过 没赔过钱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是 全台湾超级有竞争力的公司 也就是毛利率 连续5年成长 而且 而且哦 超过50%的怪咖公司 哦不 是传奇公司 喜欢我们的话 赶快按赞和用力订阅分享哦 拜托拜托 话说 2020年也快结束了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相信各行各业获利都有被影响 甚至有些公司可能还要面临亏损 但是 但是哦 还是有些公司立于不败之地 像这次全民风交易就用XQ系统 抓出了连续5年 5年哦 毛利率连续成长 并且超过50%的公司 那其中有两档是科技产业 两档是医美产业 还有另外一档是物流产业 像是B&D一家 KY立峰 主要经营业务为美容护肤品质研发 制造和销售 其下拥有美容护肤品 就像大家常看到的克里提纳 这就是他们的自由品牌 并且还有连锁加盟通路 那他们主要的营运地区 以中国大陆市场为主 第二家 双美 双美生物科技是成立于2001年 在台南科学园区的药厂 双美它是运用了专利 纯化技术成功研发 具有高度生物相容性 低免疫原性的生衣 及胶原蛋白原料 衍生应用在医学美容 牙科 骨科 眼科 及一般的外科 第三家的信华科技 成立于2004年的11月 为国内伺服器管理晶片 PC影音延伸晶片设计厂 为国内KVM 也就是多电脑切换器 宏正公司它的转投资 那信华呢 目前为国内唯一提供 整合性功能伺服器远端 管理晶片的厂商 第四家远熊港 诶大家听名字 应该也听得出来 它就是远熊集团 没有错 它在2000年起 积极的参与民航局 推动之桃园航空 货运园区开发计划 在2003年的时候 正式取得了50年的 BOT开发营运权 那远熊物流事业 目前主要是从事 仓储物流 转运 承揽 报官等事业 那提供了完整的物流服务 最后介绍的这一家是 木德 因为最近的半导体产业 特别火红 堪称是台股的 护国神山 所以今天特别要介绍 木德这间公司 看看它跟半导体 又有什么关系 又如何在快速变动的 科技产业 立于不败之地 木德这间公司 成立于1998年的6月 当初的创业 也是无心插流 刘成英 因为创办人 汪光夏先生 是中华大学的教授 因为他的专长是 自动光学检测 在产学合作中 有一次协助了 产业设计出一个 光学检测仪器 效果非常好 所以后来厂商 就利用汪教授创业 为产业提供 优质的检测设备 木德是从抽检用 设备厂商来发机 后来才又转向了 检测设备 并且发展成为 国内最大的 印刷电路板 也就是PCB板 和自动光学检测 也就是AOI的设备厂 那世界上呢 前100大的客户 有8成 8成哦 都是木德的客户 木德在PCB的产业 的自动光学检测领域 已经取得了 很高的市占率 但是他们董事长 汪光夏先生 就曾经表示 木德为了扩大营运动能 将以横向来连结不同的产业 以及纵向去深入开发客户的需求 那也就是说 将利用生根已久的自动光学检测技术 横向去开拓PCB以外的领域 像是工业应用的智慧相机啦 或是半导体晶圆封装检测的设备等等 讲到这边 我相信大家一定想 阿这到底是要检测什么 其实白话文就是你想象一下 不管是晶圆厂 还是PCB的印刷电路板 其实在交货给终端客户之前 一定要先检查看看凉率 对吧 例如像之前 苹果公司 同时下单给台积电 和韩国的三星公司 那后来用三星公司的 那批苹果手机 被果粉给烘爆了 之后苹果公司就把 大多数的单都下到台积电 就是因为 不管是良心还是良率 台积电都还是略升一筹 对吧 哈哈哈哈 所以咯 传统电路板检测 都是用人工检查 但是你想想 现在手机的晶片都越做越小 效能越来越好 像你现在还有听过什么 14还是10奈米吗 没有啊 都已经5奈米了 用比较夸张来形容 传统的检查方式 一般正常人的眼睛 是无法办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 像木德这种 自动光学检测设备上 在市场上的需求 只会越来越大 像在今年年底 台湾电路板协会展 木德就发表了 革命星的新产品 旋转盘四线测试机 这个结合了木德 AOI智慧光学影像 及精密检测技术 和九元半导体 电测技术 阳城科技的 高速精密 自动化技术 及富盈科技 PCB电测技术 他们垂直的 整合半导体的 电测技术 AOI 及高精密 量测技术 是木德在 PCB跨界新领域的开始 那预计 今年在第四季 在大厂客户的测试后 明年第一季也会开始大量销售 这个设备和同业最大的差异 有三项 第一 就是更换模具 快了四倍以上 第二 是借由创新的技术 在重测的命中率 一步到位 准确量测 大幅的领先的竞争对手 四项盲测的命中率 第三 则是透过智慧光学影像 快速分析 也就是利用AI 人工智慧 能大幅提升 驾动率 和降低测证商及PCB版的风险 突破此类设备 长期被日本的厂商 去垄断市场的局面 你看看 像Mood这样不断发展创新技术 并且免费提供客户改机服务 透过替客户现有的 AOI机台更换核心零件 及机台升级服务 可以帮客户省下 重构设备的资本支出 并且Mood可以收取 后续的保固费用 帮助客户降低成本 增加营收 是不是很会打造Win-Win 双赢局面勒 难怪说它是传奇公司 一点也不为过啊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后续我们会针对这五家公司 进行财报分析和预测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 记得要订阅和分享哦 拜拜